在老街上志愿者数目众多 堂住人口5000多人的西津古都社区 就有1500多名志愿者 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加入爱心公益组织 吴华芳从小生活在老街 11年前他无意中上网浏览 看到一个为大病孩子募捐的帖子 平日里就热心肠的吴华芳 报名参加了爱心意脉活动 也就是那次体验开启了他的公益之力 如今吴华芳是公益网站0511爱心家园的版主 网名一人 因为我之前没有工作 是完全在家里面的做了家庭祖父 当我做了一些公益之后 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和尊重 其实我是找到了自己的价值的 跟当年的金口救生会一样 爱心家园的善款全部用于受住者 志愿者活动的所有费用都要自己支付 为了给志愿者提供场所 吴华芳索性自己出钱 在老街开了一家茶馆 一边经营一边做公益 她为此耗费了大量时间 每天要工作18个小时 甚至一度舒服了对女儿的照顾 跟她在吃饭的时候 我还在忙爱心家园 忙的是受住的人群 然后她就跟我讲 她说你到底是我的妈妈 还是爱心家园的妈妈 哎呀就觉得那个时候 其实蛮对不起孩子的 对女儿的愧疚 让吴华芳一度想要放弃 但是如果她放弃 这个公益平台就会面临解散 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得不到救助 就在她犹豫不决时 一位志愿者给她的茶馆送了一幅字 后来在另一次募宣中 吴华芳把这幅字拿去依赖 这位志愿者看到后 又买下来再次送到她的手里 我一抬头我就看到大爱无疆 他们对我们的信任 其实对于我来说 就是一种能量源 志愿者执意送来的这幅字 让吴华芳的内心流淌着浓浓的暖意 也给了她坚持下来的决心 如今0511爱心家园网站 已经办了11年 汇集了数百名志愿者 每年为贫困地区的小学 捐建图书室 救助大病孩子 走访贫困家庭 还成立了定期为孤寡老人服务的 理发队洗衣队 最令吴华芳开心的是 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中 女儿成了她最坚定的支持者 那样照顾的妈妈 全天下有很多 但是像这样的妈妈 就只有一个很独特 也很伟大 一个有情有义的温暖之地 一座有山有水的秀美之城 她的迷人风姿 曾经倾倒了无数文人默客 如今仍吸引着八方来客 请不吝点赞 订阅